今天是2023年12月4日星期一 我们来学习碧眼录第一则公案 第一则公案在万字序章经中被称为圣地第一 在李莫大佐考经的一页本中被称为达摩扩软 扩软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忧伤的样子 例如在礼记弹弓上中 炼而盖软 强而扩软 第二是空旷激进的样子 例如事故扩软 在本则公案中扩软是采取第二种意思 达摩扩软 垂逝 垂逝的意思是赤与开逝 这是后人跟原物客秦美则公案前面开逝期的标题 在一页本中做适中 本则前面的垂逝文本 一页本跟其他版本有所不同 垂逝 隔山见烟 早知是火 隔墙见脚 便知是牛 举一鸣商 木鸡株梁 是纳生家寻常茶饭 至于节断重流 东勇西莫 顺利重横 语夺自在 正当那么时 且到是什么人行律处 看去 血斗 葛藤 举一鸣商 意思是举一反商 也就是列举出一件事情 以此类推 就知道其他的许多事情 木鸡株梁 目击株梁 意思是眼睛一看就知道是多少分量 丝毫不差 株梁只极小的重量 举 举世公案 梁武帝问达摩大师 说者不极流汉 括号里面呢 是元悟克勤的那个 卓语 卓语就是甲注的意思 就是他的评论 极流是聪明伶俐 不极流就是不聪明 如何是圣地第一意 是什么纪律诀 元悟克勤说 圣地第一意是什么纪律诀呢 达摩云 阔然无胜 将为多少奇特 见过心罗 可善明白 将为 意思是元以为 可善明白 意思是实在是明明白白的 我原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 其实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非常明明白白的 就像见 射过心罗一样 地曰 对正者谁 满面长黄 强猩猩 果然莫熟不着 长黄就是尴尬的样子 猩猩是精明的样子 元悟克勤评论说 梁武帝满脸尴尬的样子 但是还是要假装着自己很精明 其实他根本上摸不到篇 达摩云不时 多 再来不知半闻前 达摩祖师说 我不知道 永悟克勤评论说 达摩祖师再次这样回答 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地不弃 可惜许 去叫些者 永悟克勤评论说 梁武帝不明白 虽然有点可惜 但是也麻麻糊糊 因为不弃最亲切 不明白才是最亲切的 你明白其实也是假装的 你明白过什么呢 达摩祟渡江之位 这野狐军 不免一场磨落 从西过东 从东过西 磨落就是尴尬的样子 远悟克勤评论说 达摩这个野狐狸 也不免一场尴尬 跑来跑去的 地后举问志工 梁武帝后来把这件事 给志工再讲一遍 永悟克勤评论说 穷人经常在琢磨 谁欠自己的钱 感到困惑的人 总是魂不守舍的思考 举外人看得清清楚楚 志工云 陛下还使此人否 和志工赶出国使的 好语三十八 永悟克勤评论说 也要将志工赶出梁国 再给他三十八 帝云不实 确实五帝承担的达摩公案 达摩来也 永悟克勤评论说 梁武帝现在充当起达摩 承担这个公案了 达摩来也 意思就是梁武帝万人成为达摩大士 他也回答说不是 所以他就像达摩大士那样回答 志工云 此次观音大事 传佛心意 胡乱止住 胳膊不向外去 胡乱止住的意思是 胡乱解释 胳膊不向外去 意思就是不可心外求法 永悟克勤在这里说 志工在这里是 胡乱解释 心外求法 诋毁 遂前死去情 果然把不住 向道不激流 永悟克勤评论说 梁武帝果然脚跟不稳 我早就说了 他是个笨蛋 志工云 莫到陛下发使去取 和国人去取 他亦不回 东家人死 西家人住 就是东家死了人 西家也跟着哭哭啼啼 这是一种雪上加霜的行为 最好也讲 故志工赶出梁国 永悟克勤评论说 最好也将志工赶出梁国 再打他三十大半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脚下 正在放大光明 还要在那里谈什么 和国人去取 他亦不回 自己的脚底下就正放大光明 平畅 平畅就是对这个宋的 雪斗城市这个宋的评论 达摩大师摇观此土 有大乘根气 遂泛海得得而来 单纯心印 开示迷途 不立文字 只指人心 见性成佛 得得是特地 就是说达摩大师 特地为这件事而来 若那么见得 便有自由分 不随切与远转 脱体现成 便能与后头 与五弟对谈 并二组安心处 自然见得 无计较情成 一刀结断 傻傻落落 何必更分世 分飞 便得便失 虽然那么 能有几人知 若那么见得 如果能这样 看待这件事的话 自由分 是自由自在的境界 如果你能这样 看待这件事 便能获得 自由自在的境界 五弟长屁袈裟 自讲放光波罗金 感得天花乱坠 地便黄金 遂贬道奉佛 召告天下 启示度身一教奉行 人为之佛心天子 感得天花乱坠 地便黄金 明显是瞎吹牛 骗人的神话故事 便道奉佛 就是贬低佛教 贬低道教 推崇佛教 这个便是通假字 通贬低的贬 达摩初见五弟 帝问正启示度身 有何功德 达摩云无功德 早是恶水 墨头交 若透得这个无功的话 虚而勤见达摩 其道启示度身 为什么都无功德 此意在什么处 早是 意思就是已经是 早是恶水 墨头交 达摩当时说无功德 这已经是单头 给梁五弟交了一头臭水 五弟长于 楼约法师 傅大师 昭明太子 辞论真俗二帝 据教宗说 真帝一名非有 俗帝一名非无 真俗不二 即是圣帝第一 此事教家 极妙穷玄处 五弟便念词极者处 问达摩 如何是圣帝第一 极者处 就是前面讲的教家的 极妙穷玄的道理 极妙穷玄的道理 达摩云 阔然无胜 天下纳身跳不出 达摩与他一刀结断 如今人多少错会 却去弄精魂 撑眼睛云 撑眼睛云 阔然无胜 且使没交涉 天下的枷杀人 都困陷在佛教的大道理 困陷在张摩中央的修行中 无法跳出来 都固弄玄殊 都固弄玄虚 英武学者跟着说 阔然无胜 幸亏这一切都不想干 无主先师常说 指这阔然无胜 若能透得 归家稳坐 无主先师是指 无主法眼那是 他是死于公元1104年 104年 充0三年 伊等是打格腾 不妨与他打破七统 达摩旧中其特 伊等意思是同样的 旧中就是其中 也就是在这里的意思 同样都是打腾格 同样都是打格腾 有的人打格腾 就能点拨他人 打破他人的黑气筒 达摩在这里的表现非常奇特 所以道 参得一句透 千句万句 一石透 自然做得断把得定 做得断把得定 就是只能掌控一切当家作主 古人道 焚骨碎身 为足愁 一句了然超百亿 超百亿就是 超越百亿节 超越阿森奇节 达摩披头与他一扎 多少漏斗了也 扎是古代的一种 夹手指的形法 漏斗就是泄露 这句的意思是 达摩披头概念的 给他这一下子 多多少少的泄露了 意思是 他自己也泄露了 他就是杀敌 一千至少八百 他其实自己也落草了 五帝不醒 欲以仁我见乎 再问对阵者谁 达摩慈悲泰撒 右下道不死 只得五帝 眼目定动不知落处 四何言说到这里 有事无事 念来即不堪 泰撒慈悲就是 实在是太慈悲了 眼目定动就是眼珠子 转来转去 意思是不知所措 不知落处 眼珠子转来转去的 不知道放在哪里好 四何言说到这里 有事无事 念来即不堪 这是什么样的言说呢 到这里不管你是说 有事无事 你提出来 都是不可以的 不堪是指不可以 敦河上有树云 一剑寻赏 落一壶 更加一剑 以相饶 敦河上是指白云 手动河上 通常一只剑 就可以设下一只雕 但是在这里 达摩射了两只剑 才罢休 只归少士 封前座 梁祖修言 更去招 富云 谁欲招 这也是白云 手动河上的话 索敦法师 向梁武帝 射了两 不是 达摩射师 向梁武帝 射了两剑 扩人五圣 是第一剑 不实是第二剑 射了两剑之后 发现梁武帝 还是不会 就放过他了 这就是以相饶 然后就去 少士封前 打座去了 五帝不弃 遂遣出国 这老汉 值得摩罗 渡江自卫 是位 孝敏帝 当位 乃北人种族 姓托巴士 后来发明中国 当谋自彼 一不出见 直过少林 面壁九年 接得二组 比方号为 闭关婆罗门 后来发明中国 也是 那个 温明帝 后来才入主中原 梁武帝 后问之功 功云 陛下 还是此人否 帝约 不实 其道 与达摩到底 是同是别 是则也是 是则不是 就是说 梁武帝 这个不知道 不实 是跟达摩之前的 那个 是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呢 看起来是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 伦多错会道 前来达摩 是达他才 后来武帝 是对他志工 来相识之识 其得没交涉 后来有的人 错误的理解 觉得达摩的 那个不实才是才 梁武帝的不实才 梁武帝的不实才 梁武帝就是 普通人说的 那个不知道的意思 其实这是没有任何 根本上是不相关的 根本上是下扯 不是这样的 当时志工那么问 其道 做母生子对 何不一半打杀 免欠茶壶 茶壶就是愚弄 子对就是硬对 当时志工那么问 问陛下还是此人否 应该怎么回答呢 为什么不一半把他打死呢 免得被他愚弄 武帝却供他款到不实 志工见记而做 便与此事观音大事 传佛心印 诋毁 遂前死去取 毫不激留 当时等得到 此事观音大事 传佛心印 一好禀他出国 游教歇着 游教歇着就是 马马虎虎 供他款 供他款就是招任 供任不回 款就是案件的意思 人传志工天见 十三年化去 达摩普通元年方来 自隔七年 何故却到同时下见 此必是命传 据传宗所在 如今不论此事 只要知他大纲 因为 自宫去世的时候 达摩子祖师还没有来中国 但是古人却编造出这样的故事 这肯定是以俄全俄的事情 一道达摩是观音 自宫是观音 而哪个是端迪的观音 既是观音 为什么却有两个 何止两个 成群作对 端迪 端迪就是真正的 哪个才是真正的观音呢 志工说达摩是观音 但是 志工是观音 还是达摩是观音 还是哪个是观音呢 其实观音的化身武术 成群作对啊 时候为光统律师 菩提流之三藏 与师论议 师赤相之心 而贬局之量 自不堪认 既其害心 术家毒药 至第六度 化缘已毙 存法得人 遂不服就 端居而是 葬于雄尔山 第零世 后卫 宋云奉死 于冲里 御师 守协 子女而往 贬局之量 是气量狭小 心胸狭窄 这里明显的是 禅宗的学人 对光统尘师 和菩提流之的污蔑之词 这段就是 自占毁他 意思就是 达摩祖师 明知道对方想害死自己 故意让自己中毒 然后因为他已经 把佛法传给了 二祖慧客 所以他就 自己就故意中毒而死 其实是 瞎扯的 这都是瞎扯的故事 子女而往 意思就是达摩祖师 第六度 一直写回印度了 后卫 宋云奉死 宋云 是那个 使节的名字 奉死 就是奉命初始 他奉命初始的时候 看到了达摩祖师 拿着一只鞋回印度了 武帝追忆 自转悲闻云 皆夫 见之不见 逢之不逢 欲之不欲 故知心之怨之恨之 富在云 心有也旷界自凡夫 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诀 其道 达摩 不急进在什么处 错过也不知 这个错过是通错误的错 下面是学道上师的颂文 圣地扩然 何当变敌 对正者谁 还云不实 何当变敌 意思就是 如何才能辨明要点 这个敌是指要点 对正者谁 远无可情的评论是 再来不值半文钱 又那么去也 就是说你再 拿这个问题拿出来问 就一钱不值了 但是我还姑且 让你这样折腾吧 还云不实 三个四个众也多 远无可情说 三个四个全部中间了 配 梁武帝 达摩 志工学 都四个全部中间了 都落草了 因之暗渡江 因之就是因此 偷偷地渡过长江 达摩祖师 看到梁武帝 那个不能明白 就偷偷地渡江 渡江去魏国了 在这里 远无可情评论到 春人疲苦不得 却被人春 昌天昌天 毫不丈夫 意思就是达摩首师 想 春梁武帝鼻孔 想用佛法忽悠梁武帝 可惜梁武帝 暂时没有接受 达摩 达摩祖师的催眠 因为春梅需要 双方的配合 结果达摩大师的鼻孔 反而被梁武帝 穿透了 因为别人不接受 你的春梅 你自己就在那里 瞎搞一通 那不都是白蛮一赏吗 他说 昌天上天 好不丈夫 天呀 达摩大师 没有事好的 大个丈夫 乞丐 只能偷偷地溜走了 其免生荆棘 脚坑下乙生树脏 雪洞成师接着宋说 达摩这样做 怎么能避免产生荆棘呢 袁武克勤说 达摩大师脚底下的荆棘 已经有好几丈了 和国人追不再来 两重公案 用追做梦 在什么处 大丈夫知其何在 两重公案 就是五帝对达摩 是一重公案 五帝举世自公 又是一重公案 千古万古空相义 换手垂胸 望空其高 雪洞成师说 千百年以后的人们 还在苦苦思考这个问题 梁武克勤说 人们双手交替垂打胸膛 对着天空祈求祷告 修相义 道什么 向鬼窟里做活祭 清风扎地有何吉 果然大小雪斗 向潮里滚 雪洞成师说 不要再苦苦思索 这个问题了 满地都是清风 无穷无尽 元武克勤讽刺说 你还在说什么呢 你不过也是在 用四字辩充揣摩而已 当然 虽然你是个著名的蠶师 但你的这种行为 也是在草堆里打滚 大小雪斗 大小就是 落大的 落大的 大小 就是落大的雪斗 大小雪斗 就是这么著名的雪斗城市 也就是大小雪斗 这么著名的一个城市 你居然还在草堆里打滚 是故事左右云 这里还有主事吗 而在翻款呢 由作者去救 元武克勤评论说 你还想翻案吗 既然还有这种行为 去救的意思是行为 至于有 雪斗城市 他说还有走势吗 雪斗城市自己又说有 元武克勤的评论是 踏撒阿劳 踏撒阿劳 那个英语本的翻译是 too much trouble 就是 何必自行麻烦呢 自己在那里找麻烦 换来与老生洗脚 更与三十半赶出 也未为分外 作者去救 叫油脚鞋子 雪斗让走势给自己洗脚 元武克勤评论说 我打他三十半把他赶走 也是分内之事 不过雪斗的这种欺失灭祖行为 还算不错 马马虎虎 评唱 评唱就是元武克勤 对雪斗城市的颂文的评论 且据雪斗颂词公案 一次尚武太阿劍强势 像虚空中蓬勃 自然不犯锋芒 若是无这般手段 才粘着 便见伤锋范手 若是聚言者 看他一粘一多 一包一扁 只用试字 凯定一则公案 就是雪斗这个宋 宋这个公案 宋得非常巧妙 就像一个善于武剑的人 在空中挥舞 一只利剑 但是那个利剑 却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手 就是雪斗城市 有这种手段 这里说 只用试句凯定一则公案 这个试句是 一句是念 一句是多 一句是报 一句是别 哪试句呢 圣地扩人 何当便敌 对阵者谁 还云不实 就是把公案 捏题出来 举出来 哪个是多呢 多就是 因之暗渡江 其免生经济 何国人绝不再来 千古万古空相异 修相异 清风着地有何解 多就是 对这个捏出来的公案 进行一下评论 是故事左右云 这里还有主事吗 是有 这是报 就是自我承担 有主事吗 有 换来 与老神洗脚 这是扁 就是包一下扁一下 大凡送骨 只是扰漏 说禅 粘骨大杆 拒款结案而已 拒款结案 就是法官根据案件来断案 这句的意思是 一般诚实送骨的文字 都是拐弯木脚的来解释禅 粘提出古代的公案 进行裁断 逗与他一扎 披头便道 圣地扩然 何当变敌 雪豆 与他出句下 酌这一句 不妨奇特 雪豆在 第一句下面说 圣地扩然 何当变敌 这是很奇特的行为 且到毕竟做什么 毕竟做某生变敌 知老铁眼铜镜 也摸索不足 到这里 以秦实 普度 得吗 所以 云门道 如鸡 石火 是 闪电光 这日子非常快 这个蝎子 不落心机 一时 勤响 得二开口 看作 什么 计较 生死 窑子 过心罗 这个蝎子 就是这一点东西 不能用 勤识 意想 等你开口 就已经迟了 等你开口的时候 窑子已经飞过 心罗了 你在那里一琢磨 已经过去了 雪豆道 天下纳身 何当变敌 对阵者虽 还 着个海云不实 此次雪豆 泰萨老婆 重重为人去 且到 扩然云不实 是一般 是两般 泰萨老婆 就是实在是老婆 心切 太婆婆妈妈了 与是想帮助别人 重重为人去 若是了敌人 奋上不言而喻 若是未了敌人 决定打坐两劫 诸方寻常接到 雪豆 重年一变 殊不知 四句送进公案了 后卫慈悲之故 送出世纪 后来雪豆在宋文里 继续介绍了 达摩道士的世纪 这也是他慈悲的缘故 因之暗度将 起免生荆棘 这是送出达摩道士的世纪 他偷偷地渡过长江 这难道不是制造荆棘吗 达摩本来之土 与人解念去父 抽丁拔弃 铲除荆棘 因何去造生荆棘 达摩道士本来是要来中国 帮助大家铲除荆棘 为什么却说他制造了荆棘呢 非子当时 诸人吉金脚跟下 以身塑造 有无可行说 不仅当时达摩脚底下 生了很多荆棘 今天你们的脚底下 也是荆棘重生 何国人追捕再来 千古万古空相忆 可煞不丈夫 且到达摩在什么处 若见达摩 便见雪豆末后为人处 可煞不丈夫 就是实在没有大丈夫的乞丐 达摩现在在哪里呢 如果你能见到达摩 就知道雪豆城市帮助人们的地方 雪豆恐怕人足勤健 所以拔转关裂子 出自己见解云 修香意 清风扎地 有何吉 关裂子是关键之处的意思 雪豆城市担心人们 以意识心揣摩思考 所以说失了自己的知见 让大家不要苦苦思索 满季的清风 无穷无尽 你们还要苦苦思索 思考什么呢 既修下意 而脚跟下事 又做抹身 记得人物课情 访问大家 记得人 雪豆让大家不要苦苦思索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 知道根本大事呢 雪豆到 极尽此处 杂地清风 天上天下 有何所及 雪豆念古 之四 雪豆念千古 望古之四 抛向面前 其实雪豆当时有何吉 而诸人份上 亦有何吉 雪豆城市通过古代的公案 告诉大家 遍地都是春风 受用不尽 不仅他自己受用不尽 你们在座的各位 也是受用不尽 他又怕别人 只在这里 再逐个方便 高升云 这里还有祖师 至云已有 当时雪豆城市 又害怕大家执着于此 又怕大家执着于满地春风 所以继续来一个翻转 雪豆到这里 不妨为人刺心翩翩 雪豆城市 真是全心圈意 为大家导想 又至云 换来与老生洗脚 太煞捡人为光 当时也好与本分手脚 原物客经在这里说 评论说 雪豆城市让祖师 给自己洗脚 实在是灭杀了祖师的威风 如果我当时在场 必须让雪豆尝尝我的本分手段 这里的意思就是 要给雪豆上吃大棒 且到雪豆意在什么处 到这里换作驴则是 换作马则是 换作祖师则是 如何明妙 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形容的呢 应该怎么形容这件事呢 称之为驴也不对 称之为马也不对 称之为厨师也不对 到底是应该怎么形容 往往换作雪豆使祖师去野 血洗没交涉 一般人往往是这样理解的 说雪豆城市在这里是使唤祖师 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 且到毕竟做某生 只许老胡之不许老胡会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即使达摩祖师来了 他也无法用意识心去理解 而只能是当下体悟 老胡在这里指的是达摩大师 关纸